我看了比尔波特和他的朋友们拍的这个纪录片 这些佛教徒和道教徒在山上修炼 就像古人的生活一样 而且就让我想起了那些修仙的电视剧 真的是非常像 他们过的是一种非常低碳的生活 这些比尔波特所见到的最聪明最快乐的人 他们其实吃的非常少 产生的垃圾也很少 他们还知道再循环 比如说用他们的粪便做肥料 因为他们都种菜嘛 他们喝山泉水 用碧麻油点灯 用地上的枯枝来点火保暖 他们不砍伐树 他们只捡这些枯枝 这种生活呢 非常的辛苦 当然现在情况好了很多 我听比尔波特说 很多人能够用太阳能发电 可以有这样一两个灯泡 因为他们生活的非常低碳嘛 他们也不用太多的这种光 那么比尔波特是1989年第一次去中南山 这25年以后他又去了一趟 才非常输了 我可以跟你说 这就是我 我要几句